大家好,我是宥辰 很高興有機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以及愛上青鮮的故事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04年的時候就讀台灣科大資工系 然後我在06年的時候 某一天的夜晚看到微軟招募實習生的廣告 所以我就手指就不小心點了一下滑鼠 所以那時候我是第三屆的實習生 那我在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制度是可以自己去認輪工作的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幸運 因為我聽說我們後來學醫妹都是一開始就可能被分配好部門 那他就是做一個固定的工作 那就變得很專機 讓我們就是自己認輪 所以每一個部門都可以沾點水這樣子 可以體會一下不一樣部門在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在那裡面我累積了不少的工作經驗 然後也建立了一些人脈 所以我在08年的時候 很幸運就是那時候透過在微軟的人脈 我創立了我第一間公司 就是在專做網路行銷的 這個名字大家一定沒聽過 因為它因為我們本身是比較低調型的公司 因為我們就是在業界裡面會去接一些 可能一線二線廠的案子 那主要其實做了很多產業 像是汽車業 然後APP 3C平板電腦 然後筆記型電腦之類的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惡作 然後包含美妝啊這些產業 所以其實可以跨很多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其實我累積了很多各行各業 然後以及行銷的經歷 那幫助我不少 那在10年的時候 我去考了台灣科大的科管所 然後在13年的時候就是去年 我跟幾個夥伴我們一起創立了愛上新鮮的神仙購物網 那我本身是共同創辦的人 好這個表啊 其實大家現在看這樣會很有感覺 因為最近 你知道就是我們又有偉大的食品工業的危機這樣出現 那其實最早的食安危機從1980年代就有了 你就能知道我們的食品工業多麼的進步 對從大概30年前就開始發展 那時候其實是有一個叫S95奶粉世界 對那時候是說 國內有一個廠商非常聰明 他從美國那邊買了一個進口奶粉 然後說是嬰幼兒的奶粉 然後還取了一個名字叫S95 跟我們現在在市面上有一個S開頭的品牌的奶粉很像 但是跟這一次那個油有點類似 又是飼料用 對但是它是奶粉 而且是給嬰兒喝的 對你看就可以知道這個多麼的黑心 那其實中間事情還是很多 那只是簡略掉 那一直到這幾年感謝媒體 讓我們知道這麼多我們周遭的東西 原來都不能吃 對所以從04年開始你可以看到 這樣啪啪啪一連串 然後隨著年份一下越進出來的事情就越多 對14年這邊其實已經寫不下了 那成績何時我們想要吃到乾淨污染的食物變得如此困難 對現在變成說乾淨污染的食物其實是一個很昂貴 你有錢可能都不一定買到的東西 這時候一個虛勢就出現了 食安問題大家會開始重視吃的東西 所以乾淨污染的食物就會大量的被需求 那這時候如果你有一個專業食材採購團隊 你就可以秉持著你的良心跟你的專業 堅持做對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把握這個趨勢 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聽說有一個網站叫愛上新鮮 對 那他們的創辦人其實是一群六七年級生 那我們的品牌裡面其實是堅持做對的事情 我們推廣所謂叫禁食主義這個文化 禁食主義就是說我們提供的食材是原製最天然 無藍 即便是養殖的 他在養殖的過程中也一定是維持他的品質 他養殖的過程的品質 他吃的飼料絕對不會是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盡量是推薦野生的東西給消費者 那我們有二十多年採購經驗的團隊 我們在對這個水產界對食材界其實都很熟 所以就很像點心集團他一定很清楚知道 台灣的油品市場就是這樣 那我們因為本身採購團隊本身就是進口商 所以我們對這些食材這個產業都很熟悉 我們可以知道說哪裡其實有好的食物 那我們還推出了一個叫活魚先吃的產地指送 這活魚先吃其實它很特別 因為以往你們想要吃到活魚等級的水產 你一定要到產地 那不然就是去餐廳 可是餐廳的活魚 它雖然是活著 可是吃了它很新鮮 但它安全嗎 其實它並不安全 對這個等一下我後面會講 那我們也是台灣第一間可以做到24小時 宅配Live道府的專業生鮮購物網站 好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小小歷史紀錄 我們在去年1月6號開戰 那我們開戰60天的時候 我們的營業額達到1000萬 那我們開戰前兩個月銷售紀錄 我們賣了10萬片青銀牌 然後換算下來 我們其實曾經在一天內 每14秒就可以賣出一片青銀牌 對然後賣了1萬隻地網線 等於每4個人進入我們網站 就帶走一隻地網線 那我們回購率超過4成 對 直接上個月到5成 那客戶滿意度回購醫院 我們就是透過問卷去問 願意再回來買的 有到9成3 好 這邊我要分享一個 就是業界其實很常看到的東西 在座各位有吃過蝦仁的請舉手 對好 我想身處在台灣 想要沒吃到蝦仁應該還蠻難的 隨便便去個路邊攤都有個蝦仁炒飯 好 那右邊這個蝦仁呢 對 左邊 對左邊這個蝦仁呢 其實是大家常見的蝦仁 看起來肥滋滋 對怕跑又咪咪 很大的這樣蝦仁 那左邊這個蝦仁呢 大家可能比較不常見 就是欸 這蝦仁看起來好像比較瘦瘦小小的 上面還有紋路 對因為右邊那個蝦仁 其實就是大家最常吃到 台灣99.9% 不管你去哪一間餐廳 多高檔的 從一克一千多塊到一克只要十幾塊的 可能都是這種蝦仁 泡過磷酸鹽的 澎發過的蝦仁 如果大家稍微去Google一下新聞的話 就會看到現在六月的時候就有類似的新聞出現 這已經不是新聞 其實這已經大家已經吃二十幾年 可能在座各位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有吃過蝦仁 大概都是吃這個 對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業界裡面 他們的蝦仁 如果說今天成本是一千萬 我今天泡過磷酸鹽膨發 它會變大 變大以後口感會變好 賣相也會變好 還可以增加重量 我今天一千萬蝦仁 我泡完磷酸鹽 磷酸鹽成本只有一千塊 可是我可以賣一千三百萬 市民會不會賺 對 所以就變成造就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膨發過的蝦仁流穿在市面上的原因 台灣人其實很愛吃蝦仁 所以就變成說 這樣的蝦仁就會大量的販售 愛上新鮮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賣蝦仁的時候 我們堅持不賣磷酸鹽的蝦仁 可是我們就會面臨到一些挑戰 例如說有些客人買回去 我們的蝦仁就是說 你們這蝦仁根本是蝦米吧 那吃起來就是又沒有嚼勁 然後又那麼小 還賣這麼貴 我們就會碰到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我們在我們的文案上面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去教導大家 怎麼分辨 什麼才是真正的蝦仁 真正的蝦仁 它會有紋路 你有看過蝦一長出來 就是長這個樣子的嗎 就是這麼肥 然後都沒有紋路 沒有 對 事實上真正的蝦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去殼以後 它上面會有它該有的紋路 而且它是比較紮實的 咬起來沒有那麼的脆 而且它有它自己的蝦味 這才是真正的蝦仁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怎麼辦呢 我們平常蝦仁在外面都這樣吃 都只能吃到這種 聽說有一個網站叫愛上新鮮 它上面有賣 對 對 好 那我們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除了我們在賣之外 我們其實愛上新鮮跟其他網站 有一個極大不同的點 是我們願意分享正確的觀念 一般的購網站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很便宜 團購網站 例如說購什麼集之類的 對 或者耗什麼網之類的 對 它們都是主打便宜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收水油世界出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顶心的油賣一桶五十塊 一美的油賣一桶兩百塊 為什麼 便宜美好貨 我們從業界裡面其實也可以聽到 就是那一些廠商 那些團工網他們在賣一個貨 其實通常都是人家那種會貨 所謂的會貨就是不要的 我可能要丟掉的那種東西 我出貨給這些網站 因為它跟我要求要很便宜 那愛上新鮮做的就是 我們今天用合理的價格 可能比這些網站再貴一些些 可是我們提供的是 真正的好的食材給消費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回購率可以這麼高 而且我們很大大大就是去跟大家講說 今天大家都很愛買的多利魚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多利魚 我們還有盡到教育的責任 愛上新鮮這樣做最後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可以改變這個產業 你可以試著想想看 當今天賣這些可能它有同發過 不健康食材的廠商 因為我們的愛上新鮮的出現 我們造成的競爭 那他可能生意不好 他可能會某一天發現說 愛上新鮮都賣這種賣得這麼好 那我是不是也開始也來賣這種好的東西 或許有一天 這個產業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變成說大家都開始來賣好的東西 當大家都來賣好的東西的時候 它同時價錢就會開始下降 然後品質也可以維持 這樣子其實是可以幫助到台灣 至少在生鮮食材上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那這個呢就是我在講 剛剛提到其他的網站 我們曾經有去買過其他網站的商品 那帝王蟹這個其實大家可能 在網路上多多手手都有看過 那每年過年的時候 真的都會賣很多 那我們去年的時候就有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同樣都是在講 一千克就一公斤的帝王蟹 那我們要賣五百塊 可是另外一家為什麼只要賣三百多 五塊四百 我們覺得不對 我們很懷疑這件事情 於是我不信寫 我自己買一隻回來 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一隻就是其他家的 右邊這一隻是我們家的 帝王蟹 水產的東西通常是按照規格來算 算價錢 就是重量 不同重量它就是一個不同的等級 那我們這個八百一千克 然後通常下一級可能就是一千到一千兩百克 那八百二千克上一級就是六百到八百克 這個很明顯的 其實他我們一看就知道就是六百到八百克 那為什麼他可以去講說也是八百到一千克呢 因為他在那邊包冰塊 他包了百分之四十%的冰塊 我們自己家其實才包大概五到十%冰 這是必要的 因為你要保鮮 所以一定要包一定的冰塊 可是他們包三十到四十%的冰 然後來謊稱說是同樣規格的東西 在網路上賣 那至於帝王蟹的誘惑這句話 其實有一個淵源 那時候我們帝王蟹賣很好 台灣業界裡面都知道就來找我 然後就有人來跟我說 我有一批很便宜的帝王蟹 有興趣打這支電話給我 對這台詞非常熟悉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不是只有牛肉可以這樣而已 對那很明顯我們 那時候就是一聽就是要有問題 所以我就叫他說那你拍一下 我家裡進貨那個外鄉的照片給我 他也很誠實他就是拍給我 那個進貨的日期是2011年 2011年的帝王蟹 對可是我們當然拒絕了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可是那這一批帝王蟹呢 後來我聽說台灣這幾年 庫存帝王蟹都不見了 對很有可能就是 就是變成這樣 對 對這我們其實一看就知道 他就是那一批帝王 對那其他團購網他們 沒有專業的採購 或是他們有專業的採購網 但是他們不願意去管這件事情 對愛上新鮮做的 就是跟他們竟然不同 因為我們在意的是 消費者拿到的東西的品質 以及的回購率 那我們雖然才做一年多 但我們很興趣就是 有很多媒體有注意到我們 那我們最開心的是 在今年6月的時候 TVBS一步一腳印這個節目 有來專訪我們 然後上班這檔次也有 年代新聞 三立財經動的新聞 這次還有Facebook 就邀請我們 成為他們的成功案例 因為我們主要是 透過Facebook的曝光 去做到我們商品的銷售 那也是滿成功的 好 最後因為我之前看這個場 就是這個演講場合 就想說大部分的人 都是大學生 然後大學生可能會 碰到一些問題 因為我常常在外面 都會有一些學生 或是學弟妹們 都會問我這些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就簡單分享一下 我在人生中 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是怎麼處理的 第一個是 是否該考研究所 這時候我覺得 通常會 需要先思考一下 你考研究所目標是什麼 是為了興趣呢 還是為了對工作有加分 我知道有一些工作 他們很重視學歷 那如果你未來的工作 是需要這個研究所學歷 那你可以去考 你沒有問題 可是大家如果是興趣的話 那當然就無所謂 你就可以花那個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時候就會再來 那考完研究所之後 我找不到好工作 然後我22K的薪水好少 很多人都會抱怨 想說為什麼現在薪水這麼少 工作這麼辛苦 可是這個時候 就會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老闆為什麼要付你超過22K的薪水 你是否可以幫老闆帶來什麼價值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也是跟我一樣 是微軟實習生 然後他畢業後 跑到法國去念MBA 然後他畢業後 在法國那邊 甚至還拿到艾菲爾獎學金 那後來他很想家 很想要回到台灣 他回來台灣以後去面試 應徵工作 薪水也只有5萬而已 就5萬 5萬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高 結果他後來就想說 那我去中國試試看 結果去了中國以後 他投履歷 那邊基本起薪是15萬台幣以上 然後他在那邊 一年內壞了三次工作 因為一直被挖 現在一個月的起薪是25萬台幣 但在台灣只值5萬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會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就是 老闆為什麼要付你超過這個錢 你值得 那再來就是 老闆有沒有看到你的價值 很多人其實會堅持在他現在的 工作崗位上面 但是又一直抱怨他的薪水太少 我時間超過了 我還可以講嗎 好 盡量農輸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你必須去證明你的價值 如果你老闆看不到你的價值 你必須要去找一個 看得到你的價值的老闆 那再來 大部分學生可能會說 那我不知道我要做哪一行 這時候你必須要去思考你的目標 你是為了要賺大錢 還是要開心就好 對 像剛剛前面就有一位講者 他就是 比較傾向他往 他的興趣去發展他的職業 可是他也做得很好 對 他也是很有成就 那也是變他興趣 跟他的職業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最後是 如果你想自行創業的話 這邊我分享一個經驗 趨勢其實是最重要的 第一優先一定是趨勢 因為當你掌握趨勢的時候 你就搭上了一個特快車 以愛上新鮮為例好了 我們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媒體曝光 以及為什麼我們可以那麼快的消費成就 原因就在於 因為我們搭上了實安這個趨勢 實安這個趨勢 所以我即便看今天剛好來演講 我就剛好有事件可以講 因為這是趨勢 對他每天都在發生 你不去管他他也會發生 對所以趨勢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人脈 人脈就是變成說 你一定要去認識你的 周遭的一些朋友 搞不好他是富二代 對 然後他家開公司 你去跟他一起搞搞一搞 你就做起來了 這種案例很多 或是你今天如果 你在十年前認識Facebook創辦人 然後跟他變好朋友 搞不好有時候就是Facebook的大迪動 所以人脈很重要 那人脈怎麼來 其實像焦點這種場合 就非常好 對在這邊可以互相交流 你可以認識到很多好朋友 對 所以這種場合要多來 對 好 那最後就是興趣 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自己要有興趣 他是屬於你的一部分 這樣你去做的時候 才可以做得開心 不會說很痛苦 就是純粹為了賺錢 整個人生全部都毀掉了 對 你知道嗎 我後面這個要 可以快速 好快速 好快速 我這邊去分享一個實際案例 就是我平常在思考事情的時候的邏輯 我考研究所的過程 其實我必須說沒有那麼的順利 因為我一般 考研究所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困難點 那我這邊通常都會先照剛剛邏輯 為什麼我要考研究所 因為我本身有兵役問題 對我是 在中華民國是男性嘛 男性就有欠 對應該看得出來是很難的 對 那男性就有欠中華民國一個債 就是一定要進去裡面 當一年的那個免費勞工這樣子 那同時我想要學習更多的 學術管理知識 那再來就是研究所的文憑 基本上是這三點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考研究所 那兵役問題 因為我已經本身有一間公司 如果我去當兵 我就沒有辦法很開心的過我的日子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那我就去考個研究所好了 那在困難點的部分是 我當時在教成績只有70% 因為我考研究所是透過書審跟 口試的部分 那書審其實一般都是要看 老師都會看成績嘛 你如果成績不好 可能就丟在旁邊 就根本看後面就不看 所以15%是一個基本本看 然後甚至我還跑去 我不信寫 跑去PTT研究所版上面詢問 就10個11個跟我講說 我書審可能不會過 對 但我最後就是想說 那我稍微用點封好 我請一個設計系的學弟 還幫我設計封面 就第一次書審只有58個 就被刷了 然後我當時就很失落 結果我考第二次 第二次的時候我在思考 為什麼研究所老師要選我 我在教成績又不好 那我什麼優勢呢 這時候差異化很重要 我重新設計了我的排版 我把它做得跟一般人 就是指示這樣橫著的排版不一樣 不用變成反向的 是這樣從下往上翻的 然後裡面字放的不多 但是我做的一些不一樣的內容 我在裡面分享我自行創業的經歷 以及我在字段上面 一般人可能都會講說 我從小 國小念哪裡 國中念哪裡 我家是怎樣 我爸是怎樣 對 可是 那每個人都長得一樣 沒什麼好看的 我就直接寫 我的字段是直接寫了三頁 然後我就寫了幾段話 我的主題是 為什麼我要考科管所 跟為什麼科管所老師要選我 還有為什麼比別人優秀 對 因為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老師他在意的也是這些點 如果我把這些點 都告訴老師了 他沒有理由不選我 結果還建議的書審過了 可是口試沒過 因為所長說 我強一點懷疑 你開公司你根本不會來上課 你一定上了以後你就不來 就看不到 所以我就被刷了 結果我考第三次 這時候問題就來 不一樣問題 我如何證明我是個認真的好學生 這時候第三方公正就很重要 就像我們愛上心有很多媒體報導 第三方就很重要 因為你自己空口說白話誰理你 對 這時候我就自費報名研究所課程 然後我選了三個 我覺得所上不同老師 我有興趣的課程去修 那當然上課的時候 我很認真 我都沒有學習沒有遲到 然後作業按時教 還常常跟老師互動 每次都坐在第一盤 當個好學生這樣子 那這時候又到了口試 第三次考試的口試 所長就再次問我說 你上課到底能不能來 我就說 所長其實我這學期已經先自費來修了研究所的課 那我修了三堂課 我每一堂課都有準時教作業 準時來上課 沒有缺席 你可以問你隔壁那位老師 那老師就默認點點頭 對 所以我第三次就上 然後就成為排隊大客觀所研究生 那這個其實是要分享給大家說 各位未來在碰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在思考邏輯上 可以採用類似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因為就我目前而言 我在驗證不管我學任何東西 或碰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用這樣的邏輯去思考 然後去解決它 大部分都可以找到不錯的解決方案 對 好 那最後這邊分享一句話給各位 戰場在哪裡 凱撒就在哪裡 而羅馬永遠在凱撒心裡 其實大家可能會有感受到 隨著現在時代不一樣 常常你爸媽可能會跟你講說 我們那一代在你的年紀都已經買房了 對 可是你會去想說 那為什麼我們這一代現在沒有辦法買房 對 因為時代不同 可能家裡面他本身是富二代的 他想要選市長就可以選市長 對 然後想要開跑車 名下沒有車就可以開跑車 我們其實站在我們這樣子出生 像我是單親家庭 所以我們出生比較清寒 或是比較刻苦一點的 你很難去跟人家競爭 因為人家一出社會他就有地方住 可是我現在每個月還要付兩萬塊的房租 光這個就差很多 但是我覺得 你如果堅持你自己的專業 你去找出你自己想要走的那一條路 找到一個專業盡情的去發揮 因為其實我看到周遭有很多類似的 跟我一樣的狀況的人 他們家庭狀況都不好 可是他們堅定他們自己的專業 然後把這專業發揮到極致 在他們的產業裡面發光發熱 他其實也是可以改變的 他其實也是可以改變的 那我希望各位可以一起共免資 謝謝大家 請問有想要QA的嗎 考營救手三年是指說 所以你就是第三年 那其實是兩年 因為我們一年有兩次 因為我想說 因為如果你不是好像畢業後 如果沒馬上考營救手 就要去當兵了 沒錯 因為我大學那時候 我剛剛講我大師開公司 所以我不可能馬上就去當兵 所以我唸到大六 我用了一個體育課 我把他退學 所以我等於就是 體育課沒有修完 我就不能畢業這樣子 但我也不用繳學費 我只要繳平衡保險費 150塊 所以我在學校 如果跌倒的話 我可能還要有錢費 還有 我想問一下 對於愛上新鮮 出勤在臭飯的情況 你應該會有什麼 這個部分我很幸運 因為我一開始 我們團隊裡面 基本上採購 然後RD城市 然後每邊都有 然後資金金主也有 對 所以一般人很多人 創業的時候 一開始碰到 就是沒錢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就克服了 所以我們資金是足夠的 所以我就很幸運的 就是進去裡面 進行的發揮我的專長 對 所以我說人脈很重要 就是你們特別 在遇到一些困難 比如說 對於路客的負責 或者是一個 在自己內部的 一些挑戰什麼的 解決 嗯 基本上我們會有 如果重大事件的話 我們內部一定會開會 那 因為我們 各式其職嘛 我們基本上 高階主管就三個 那我們三個裡面 最後大部分都會 找出一些共識 但是 如果說像 應對到客人的話 我們有遇過那種 非常之 就是 硬拗的那種客人 對 那我們也是只能 你知道一客為尊 就是盡量佩服他 那最後 如果像有一些 像七天建廠期這種東西 尤其是神仙的東西 你退後怎麼辦 我們通常就是自己吸收 對 即便我們的東西沒有問題 只是客人認知跟我們不同 我們也是只能自己吸收 因為我們希望是 推廣這個理念 而不是純粹賺錢 我們再次謝謝 又曾代表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